台湾主教团为财团法人 按照财团法人章程规定 每四年必须改选董事会董事 今天台湾主教团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在主教团秘书处举行 由主教团主席洪三川总主教主持 会议开始即进行董事会董事改选 全程已会的主教团秘书长陈科神父 说明改选的结果 红总主教已经退休了 他以前是董事长就是主席 现在我们要改选了 所以结果就是 李克免主教是第六届董事会的董事 也是我们主教团新的主席 然后中安主总主教他是副主席 意思是说当李主教主席不在的话 可以由中安主总主教来组织一些会议 那么其他的三位所谓的董事或者是常务委员 就是黄照明主教 苏耀文主教 就全部的加起来就留定主主教 总主教就全部的五位的常务委员 当然主教团等到秋季的时候 目前我们全台湾只有六位在任的主教 现在嘉义教区在等新的主教 我们为嘉义教区祈祷 我们希望能够在秋季的时候 主教团的成员主教团恢复到七位 那还有台南教区 台南教区领域主教 他虽然申请了辞职离职退休 可是他还是在任的主教 所以他台南教区 还是被领域主教在管理 有一点点像红种主教退休之前的状况 新董事会产生后 随即进行台湾主教团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而教廷驻华代办嘉安道蒙席 也特别前来问候与会的主教 他并分享一些国家 因疫情严重的影响 出现人道危机 今天他跟我分享 特别是一些东南亚的 比较穷的国家 孟加拉 马拉威 还有印度 越来越面对很严重的人道危机 所以代办也再次呼吁 希望主教团能够在各一方面 帮一点点的忙 这些穷的国家 血伤加伤了 因为这个新型冠毒病毒 而且造成很大的食粮的危机 居住的危机 生命的危险 就跟主教团们分享 主教团们有记下来 也会尽他们能力去协助这些国家